日日都有美國的光炸機 巴熱進行光炸 我們那時也很緊張 晚上當時的燈光不能夠外勞 1964年 美國借北部灣事件發動戰爭 試圖侵量越南 中國決定全面無私抗美援越 協助抵抗美國霸權侵略 當時北越依靠貨倫補給 很多香港海源 就成為了抗美援援的參與者 香港海源工會副主席蔡良批船長 當時就是其中一手貨倫的練習生 我讀完書的時候 對外界比較好奇 所以就去行選 應該是七一年底我是下船工作的 下船叫做禾芳號 在這裏做就做夾品的練習生意而已 做了大約半年左右 那隻船接到一些要求去熱林 我們裝了石膏和梅的 由連環港 連環港到熱林的海防 到海防的時候 我們貨射完之後就被它封港 開始射貨的時候就封了 好了 都挺緊張的 突然有一天的早上 突然有很多飛機的聲音 很吵 我們跑出去看 原來它那時是由飛機來放水雷 飛機飛得也不算太高 水雷有些有降落傘就降落 整個好像電流桶一樣 有些不知是否降落傘打不開 還是怎樣 就直接打到水面 但很快就潺了下去 那麽過後聽到港口的消息 跟我們聽三文的話 美國就由那時開始封鎖了海防的港口 那時候我們就被它封鎖了一年 差不多日日都有美國的光炸機 就去對北極進行光炸 那晚上來的話就見到那些炮火 去打那些上面的飛機的話 是見到那些射箱彈是很光的 那天初我見過美國飛機 就很多時候來擋一些炸彈 那有些就是普通炸彈 那有些是紙母彈 有些可能是空氣炎爆彈 空氣炎爆彈是比較特別的 它一爆炸的時候 是一個好像煙那樣向外擴散之後 跟著彈根可能炎爆了 一個大份會立即燃燒 那這個可能是對人來很大的殺傷的 這個就是我了 我們船是剛剛被美國的水雷封鎖在海防的時候 過了沒多久的好像船長覺得難得我們經歷一個特別的時刻 封鎖之後還有美國飛機就經常在頭頂飛過 我們那時候都很緊張的 晚上那些燈光不能夠外露的 都比較特別的 所以船長覺得這個時候應該 以後的前途點大家不知道生前連覆吧 所以希望大家拍一張照片 還有一張照片 我們有一個特意拿著船的救生圈 指明是這邊的船作一種紀念 我們那時候是陸多船 我們船上有很多工會會議員 對工會都很熱情 我到來那時候才有人介紹我 有一間這樣的海應工會 問我有沒有填了表 就在那裏寄回來工會申請加入會議 這一個就是當時熱林政府 給我們香港海應的一個紀念 叫做友誼徽章 但是多謝我們在整個封鎖的期間 我們香港的時限都堅持在一個 抗美緩熱的一個工會上面 跟熱林人一起在那個地方 堅持到那個封鎖 解封了才走的 所以在它停戰協定之後 我們船準備要走的時候 熱林政府就對在海防港裏面 所有外國的船都發了一個這樣的紀念章 由朝鮮戰爭、獨立任戰爭 我覺得美國是一個向外的侵略 壓制我們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有幸到那裏幫他們 一起去抵抗美國 那時候有三別 其實我那時候的分析還是一種榮義 香港海員工會 一直為業界權益福利而奮鬥 原本只是工會普通會員的蔡船長 原來也是因為爭取權益 和工會結下更深厚的情誼 到最後演藥船我不走 演藥船不走 我便來了港澳選 有一年港澳選想請外面的人 請外面的人對我們職業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有些船員在船上說應該怎樣做 因為作為我們一個人和公司爭是無法爭的 因為我們港澳船是不屬於本地船 所以船公司請外地船員 在法律上它是無大速的 但是因為如果請外面人來的話 我們香港的海員這個行業就會被它取代 這樣的話我們那時候就想到海員工會了 所以我們就想去工會尋留工會的幫助 所以在工會的支持下做了很多事的話 始終它的外勞輸入就裝置了 因為這件事的話很多事需要跟工會協商幫忙 那時候才真正多上來工會 然後就多些去了解工會 參加更多工會工作之後 蔡船長對於內地對香港海員的支持 更加是深有體會 因為那時候香港最早有幾萬海員 在典時之內你要有些教生教火的培訓 香港只有一間學校的話 它是不夠那個能力去典時間培訓香港海員的 所以工會才跟國內聯繫 由國內來幫我們解決的問題 由工會帶我們回去廣州大連 很短時間就可以滿足了 許願工作上訴需要的那些牌照 幾十年的行選生涯 很多經歷既特別又難忘 過程當中 蔡船長見證了國家高速發展 作為中國人感到相當自豪 我們和華僑曾經有一個同學說過 在中國燃子彈爆炸之前 我們中國是被人看過一個很落後的民族國家 但是爆炸子彈的話 東地的人對我們中國都是有另一個看法的 即是我們不是一個沒有能力的國家 改革開放之後 拿不到中國的發展非常之快 現在來說我們的市面建設 我們民生建設局方面的話 其實跟外面比的話是有個自然無不及的 我們中國已經是拆舊建新 全部都是新建築了 我們中國來說是一個很興旺的 一個很高速發展在新生一個這樣的環境 跟外面比的話 我們覺得我們現在的優勢很明顯